在開放大家交流之前 我們先拜託非常關心宗教法院的法戰法師 請他也跟我們指導一下 指導不簡單 諸位大人 我們長老 還說大人 多好多 多多多 多多多 所以大家好 我現在講的不是只有用佛教腳步 我用整體的概念來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事情真的很重要 首先就是我們已經意識到宗教問題 從宗教團體法到現在的土地 還有之前的宗教裁判法人 接著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解決當前的土地問題 當然很重要 可是我們要看一夜之秋 我們看更遠的話 是台灣宗教的法治化保護更加重要 因為你如果沒有法治化保護的話 將來冒頭冒頭 我們會憑一本命 這樣了解嗎 好 這第二個是法治化 第三呢 過去以來沒有法治化的時候 有很多行政命令 有這麼大一本行政命令 很多是違憲的 或者是妨礙宗教發展的 也要毀留我們將來長期的制度 跟長期的組織 來給予觀察監督修正 來去廢除 這些不是眼前這個問題 土地問題能解決而已 這個也是宗教界的大問題 大家清楚嗎 所以我們要一個長期的組織 因此要一個長期的組織 當下問題要解決 法治化要建立 過去不合法的 或未來是可能不合法的 要監督修改廢止 乃至於建立 這些都需要一個專業長期的組織 這樣專業長期的組織 要怎麼建立起來 當仁不死的民間組織 還有所謂的國會的組織 這樣了解意思嗎 如果沒有國會 你來給我們講話 我們比較好的反應 也沒辦法放進去 你知道的意思嗎 民主時代講的是什麼 是選票 接著就是剛剛我們 紅安和尚你講的 地方必須要建立 選票的綜合制度 也就是行動力量 統籌力量 也就是我們希望 誰來幫助宗教 不要分黨派 我們都支持那樣子的人 進入國會 但是如果有黨派 特別要為宗教出聲音的 我們宗教界 宗教界不是佛教界 宗教界要共同來支持 有沒有道理 如果你宗教界不展現出選票的力量 也就是在社會上 沒有發言權 了解嗎 沒有發言權 也就失去了你該有的責任 尤其是在這個時代 守護宗教的歷史責任 就會在我們這種東轟的 所謂宗教家不介入政治的 這種荒謬的想法之下 被我們在歷史當中 給忘失丟掉這個責任 我們會變成歷史的罪人 讓大家了解嗎 真的很重要 但是 但是 關心宗教 並不能夠以宗教來演講 這是政教分離 敢有的分寸 宗教有什麼力量 宗教有預言的力量 有動力的力量 有解釋人間善惡的力量 有推動人民行動的力量 而這些力量 都是世俗國家 想要擁有而害怕你亂用的 過去有所謂的白年教 為什麼會引來政府的極力打壓 現在有些極權政府 為什麼那麼害怕宗教 別於是 宗教這種力量確實 用對了就對了 用錯了 會整個崩潰 這個也是確實 我們佛教一向都是乖乖排 但是今天為了守護人民的心靈 我們不得不走出來 引導人民的選票 來找人幫我們講話 這是不得已的 可是 不能夠亂講話 也不能夠以用宗教的力量 來影響所謂的政治的政教分離概念 你譬如說 動用宗教的預言 然後我們說 預言 誰應該選上總統 我選上總統 誰應該選上什麼 不這樣的話 你國家毀滅 這種說法 就超越了政治的說法 超越了人民平等的這種說法 我們總共可以說 就是說 世間法律上 你不支持我 我要支持 你把我支持的 我們可以這樣講 但是我們如果動用一個更高的 一種預言方式的話 那糟糕了 那人家民間的那些人 能在選 選世間的政治的 他就會沒辦法跟你抗衡 結果呢 他就會集結民間法 宗教的來法 這就是歷史當中的無道的 滅佛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 當然要希望 政府 政治人物 民間的民大 來幫助我們講話 但不意味著 我們要去扭轉政治的 那種很具體的 而且動用宗教的特殊力量 去影響 這樣子 我們會變成一個 政教不分離的國家 我們又被笑 我們也會遭受到 將來會變成 政治人物 跟宗教人物的一定程度的對抗 我們真實的面對的就是 世俗的事情 如果剛才我們 我們主部長就說 就土地就土地 學法就是學法 和未來的 是說法律上的保護 他都在家裡 他已經 何時何以身分 他會說這個月 這樣注意知道嗎 我們剛才有人說 就說 我的宗教 你做什麼動作 你什麼 還有 兩岸之間的事情 我們盡量不要切 為什麼 因為這樣我們也在對岸做事 那我們站在台灣 我們說怎樣怎樣 其實都不好 為什麼 都是眾生 都是我們該對岸 我們講的 就是世間事物 的支持 不支持 我們必須要建立主 或者是說 我們推動組織 來長期的關懷 我們當下的問題 長遠的法制化 保護會員 以及 未來法制當中 有沒有哪個政府 又定了不對的法律 我們非常等一下 一定要請我們的法律專家 來告訴我們 來先生 來讓我們知道 法律上的保護事件 我們保持在這個方向上 我們要支持這樣力量 尤其是我們希望佛教課 或者各宗教的宗教課 能夠有勇敢的站出來說 誰支持我們 我們就將我們的力量投入他 來代表我們講話 這在民主時代 沒有人會說 我們是安全的民調 我們是安全的民調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拜託拜託 謝謝華盛塔斯 他對各方面來講 從這個活化的角度 從這個宗教的角度 來 因為我們 雖然是在 這個理修上面 來講 這是我們根本的目的 但是我們存在這個時間 事修居然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關心 怎麼樣能夠有好的華麗文 這個讓大家能夠 沒有受干擾 能夠好好地去用功去文化 這才是我們今天辦的這個目的 那這個 因為我們也還是盡量想辦法把我們的聲音 怎麼樣能夠讓政府 讓這個地法入功 讓社會大眾能夠認清 宗教只有奉獻 宗教不是利益團體 不是做生意的團體 好 好 好